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的找工作过程中是起到一份很关键的作用的 当然这个里面关于这个描述并不重要 关于这个项目的描述并不是特别重要 重要的是你会什么 你做了哪些事 这是我理解的 当然如果我所说的跟就业指导有冲突 你就业指导为准 明白了吧 那我只是说把我的理解说一下 因为我感觉一般我要面试别人 我看中的并不是说你做哪些项目 而是说你会哪些东西 是吧 我主要是你做了这个事 我是知道你做了 但是如果你在里面只是打杂的 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事 那么你写的 你这个项目写的天花烂坠又怎么样 你会什么呢 可是 是不是 我最重要的是看你会什么 你在这个项目中 你做了哪一块 哪块是你做的 哪些技术是你所掌握的 是吧 你把这些你一定要说清楚 我们这个项目中这么多功能模块 你不要说所有功能模块都是我做的是吧 这有点拖大了是吧 那不可能 你只可能说参与了其中两三个模块 或者多说有三四个 已经算不错的了 明白了吧 你这种玩意儿 你不能说所有模块都是我做的 那你百分之百你是一个小项目是吧 否则的话不可能你一个人做 一个大的项目里面 包括就一个小功能 比如说咱们就看一个 那个网上 这个商品 之前我们那个首页里面 京东那些GS 那一片GS 那都是怎么来的 那都是一点点积累来的是吧 那都是长时间的被开发出来 做出来的 你不能说你一个人做 一个人做 光那一片GS你也写不出来 是不是 所以你都是慢慢来的吧 真正的业务逻辑 真正的项目里面 那个业务逻辑比咱们这个要复杂的多的多啊 啊 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单谋版 真正的你工作之后你就知道了 涉及到很多比较复杂的业务逻辑是吧 你那时候你就 你有好多情况啊 你是啊 你要注意有好多情况 我们工作 你在我们工作之后 你是啊 好多精力都是啊 花费到怎么处理业务逻辑上了 而不是怎么处理技术 明白了吧 哎 因为技术呢 对于无论在什么时候 对于现在来说 我们是有用的 找不做是有用的 但是你一旦工作后 技术其实就不是特别重要了 技术只是一种手段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把这问题解决 侧重点就不一样了 啊 不 不 不一定靠技术 解决问题 主要是靠你的经验 靠你怎么把这问题解决 主要是业务逻辑 你都如何把正正确的业务逻辑实现 这是你要做的事 真正的 真正的技术呢 只是一种手段 你可以用这种技术解决 你可以用那种技术解决 那么最终你只要把它解决了 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呃 还有一个就是啊 我们现在马上要毕业了是吧 呃 毕业了之后呢 呃 还是那句话 语言 所谓的语言 还有什么技术了 这些都是工具啊 重要的是思想 解决问题的思想 这个是怎么说呢 你等你工作之后慢慢积累的 在现在说的不是说你跟你找工作相关的是吧 是你慢慢的工作 工作之后你慢慢要积累一些解决问题的思想 呃 这些跟语言无关啊 不管是什么语言解决方法都是一样的啊 要解决这类问题你应该怎么做啊 还有一个你要是掌握学习一些新技术呢 也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咱们讲的这些技术不可能涵盖家伙意义所有的技术 你都要掌握一些新技术 都要学或多或少学一些新技术 那么所谓你要想能够在这个将来我们这个里面技术迭在这么快的环境下要能立足的话 呃 不管什么东西你只要掌握它最基本的原理把原理掌握了之后 呃 你就可以就是 不以不变应万变啊 所谓的原理东西 你就想比如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定理吧 是吧 哎 那么这种时候你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把这个掌握了之后 虽然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其实不简单是吧 把这个掌握了之后 你就有不管有什么新技术都可以 那那么还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开发一个web项目 web项目最基础是什么 最基础的模型 web应用最基础的模型 其实就是一个请求一个响应是吧 对吧 哎 说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对 在这个简单的道理之下 你就可以把它进去 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应用到各个语言中 不管是什么语言 我们都是基于这个 这个思路来处理的 是不是 哎 不管你是什么语言 不管是php了 还是佳娃了 还是点还是点赖子了是吧 哎 这些都无所谓 你只要是能够基于一个请求 我要给你一个响应啊 基于什么这个思路就可以实现啊 所以这里面跟技术也无关啊 主要是处理解决问题的思路啊 呃 这是我们的工作之后要注意的问题 呃 那么这是啊 淘汰上成 这个就不再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啊 面试中啊 遇到问题的 遇到问题的回答啊 那么有的时候 别人问你什么 你那个网站的并发数是多少是吧 哎 一千那两天有点少是吧 你就可以说五五千左右吧 啊 五千左右可以 啊 什么没有你 怎么测试压力测试可以啊 压力测试有有有软件 呃 有软件 就是软件 就压力测试嘛 专门做压力测试的软件 呃 这个东西啊 我也没测过 啊 但是你不一定非得是你测 对不对 你难道说你所有事都能干 都得干一遍吗 你即便是你工作了 你所有事必须都得干一遍吗 那不可能啊 对吧 你从设计到开发 所有到测试到上线到到所有到运维 整个流程你都做过吗 不可能啊 所以你说我没做过 这很正常啊 对不对 你并不是说我你一定掌握了所有技术 你才能找到工作 对不对 哎 所以你他问你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说不知道 你只要是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可以了 他自己来权衡 你是不是合适这个岗位 对不对 哎 所以你能说也说 不能说那时候 你不要瞎说 瞎说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你说的就乱七八糟 就根本就不对了 是吧 还有一个这个是还有一个人员配置 人员配置就是关于我们一个项目里边 我们有多少个人 是吧 这个之前在我们刚开始介绍这个 介绍我们项目的时候 我们也说过啊 呃 产品经理三个人 项目经理一个人 是管理项目的 然后前端团队前端团队就是最页面的 是吧 啊 也他主要是呃 叫UI 是吧 接下来的代码是你们写的 然后你指望前端团队写靠谱啊 然后后端团队是20人 20人是啊 这个里面就包括包括开发了 是吧 就是这里面就你们就在这个后端团队的一员 是吧 测试 当然你们你说我也参与一个测试 这也是靠谱的 是吧 但是你你一般的一般的同学说我们这个不爱去做测试是吧 当然测试这里面学书也很多 你写测试代码其实也不容易是吧 写测试用力 测试用力一般的也是你们写的 啊 因为 那没办法呀 单元测试总是由你们来做吧 你要注意啊 单元测试一般都是开发人员做的 你在没有 你要提交测试之前你首先你得有一个合格的产品提交出去吧 首先你得交代了你自己 是吧你不能连跑都跑不起来你说你去测吧 你什么玩意根本跑不跑都跑不起来啊 只有一个巴格是吧 就包式 是吧 哎 对于测试人员只能测试这一个来是吧 后面根本测不了啊你根本打不开页面嘛 你还怎么测是吧 所以你最起码你得是啊 你最起码得符合测试的要求了能够测试的 在你看来基本上你怎么点也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你才能交给测试人员再测 然后他再进行深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进行测试 是吧 哎 所以你这个一般单元测试是由你们来做的啊 这种活想退退不掉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运维 运维这个就跟你们关系就不大了是吧 运维这个呃 主要是有专门做运维的人 来搭一些环境了 然后不信系统部署了 然后主要是配置网络啊 等等 将完东西 这是我们的人员配置啊 然后开发周期 然后开发周期呢 然后这个一般就是说我们采用迭代的开发方式啊 一般是呃 一次迭代是一个月左右 这个知道什么叫迭代吗 哎 对对对没错啊 就是先上线一般是吧 哎 就是比如说现在互联网项目都是强调这个是吧 快速开发快速迭代啊 叫敏捷式开发 敏捷 听说我这词吧 敏捷的开发并不是说让你有多快是吧 你多敏捷 你多敏捷没有用是吧 这是软件敏捷才行是吧 他就是快速的呃 来开发一版 然后只要开发一版 这版是就可以上线啊 开发就要需要上线 功能不一定全 先解决有的问题 然后再根据用户的反馈 然后再发现在 再改bug 然后再进行功能点的 这样的追降啊 再然后再迭代一版 再出一版 然后再上线 然后再进行下一版开发 如此迭代 然后才能逐步逐步逐步的 这产品进行完善 一般做产品都是这个思路 就比如说你要做微信 刚开始微信出来第一版的时候 肯定是功能特别单一是吧 哎 只能实现一个发语音的这么一个功能吧 所有所谓的什么朋友圈了 什么微视频了 什么微信支付了 有吗 是不是都没有 哎 那么慢慢的这些功能是不是在逐步逐步的完善 逐步逐步的再再提醒啊 哎 这些功能都是一点点加起来的 并不是说刚开始他可能也想不全 他只要是把自己想到的先做出来 是吧 先解决有的问题啊 呃 这是迭代啊 一般的时候敏捷开发的周期不会太长啊 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 你说我敏捷了三年左右啊 做敏捷开发是吧 一个周期是三年 那还敏捷吗 这不敏捷了 是吧 啊 对 怕就怕这 是吧 哎 如果 如果别人问你 你项目已经上线了 你的域名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个死扣是吧 这我们解不开啊 你咋说 那你咋说 一般你 我们就说项目虽然上线了 但是我们只管开发 是吧 哈哈 至于说项目发不到哪啊 域名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啊 对 哈哈 哈哈 一般就说的什么 呃 是一般推荐是这么说的 说我们这个项目 已经是外包项目 是吧 我们是个外包项目 是吧 然后我们只是给一个公司做 做完了之后 至于说人家公司是什么 我们只管做 我们不管上线 但是如果 如果要问到死扣的时候 你解不开了 那你没辙了 是吧 你说那你就是不知道 咬一口咬死就是不知道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那咋想啊 项目的logo logo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只管看 我们 logo 你说那个logo让你描述 你给我描述 我京东的logo是个什么样子 一只狗 哈哈 描述一个logo是很难描述的 是吧 哎 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的狗呢 哈哈 所以你不用 这种问题 很奇葩的问题 你也不用理的 你更不能告诉他了 那也更不能告诉他了 你说 就类似于一只狗 是吧 你知道吗 然后你像 而且我发现 有些那个什么 送快递的车上 画的也有那个狗 然后他就开始想了 哎 你是不是想京东了 是吧 他说你在京东干的 你说好像是吧 是吧 千万别那么说 是吧 他说 哎 我也在京东干过呀 是吧 我倒不认识你的 你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说我走的 我去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走了 是吧 哎 千万别撞上墙口上啊 嗯 一般的时候呢 这个里面 我们要不 你这么问 要不没法说 你知道吗 实在没法弄 别的都可以说 技术 我们技术党可以说 但你说 我们你的运名是什么 你们网站是什么 是吧 这个确实不好做 或者是说 你就随意在网上找一个 随意在网上找一个 电商的项目 有很多 找一个网上电商项目 有很多啊 确实有很多 然后你说这个就是 你说就是这个 一口咬死就是这个 然后他不一定是这公司 一小公司 他上海去查去啊 是吧 哎 也没地查 也可以啊 没事 如果你万一 真有一天撞枪口了 这哥们就是那公司出来的 是吧 那你就认脑霉吧 换一眼吧 然后转身你就走了 是吧 你说咱们没得谈了 是吧 我对你已经很失望了 这是我们的开发周期 然后啊 接下来我们再说啊 还有一个这个概念 是吧 这个概念 咱们得说一下 咱们这个概念 在我们项目里面 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做电商里面 经常会遇到这个概念 听说过吗 没有吧 有的问你 有的说你们公司的SQ 有多少啊 你咋回答啊 SQ 你说啥 就SQ 你说什么东西 什么叫SQ 他说你做什么呢 你是做电商的吗 是 做电商的不做SQ 那好了 我跟你说 是最小库存电单位 你给我解释这样 什么叫最小库存电单位 完了不是 说漏了 说漏了不是 不是这意思 哎呀 所以我现在很有必要 跟你们解释一下 什么叫SQ 你看完这个解释 你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最小库存电单位 虽然说 这个SQ 这几个字 这是个塑写 是不是 这个塑写 它就叫最小库存 人家都叫这个 谋会在你可以在这个 摆渡一下 是吧 那么咱们来摆渡一下 SQ 你看就叫库存电单位 是吧 那么你说 库存电单位吗 不就是 你这叫刚才说 如果低于这个警戒线的话 然后就开始进货了 是吧 那叫库存警戒线 是吧 那不叫SQ 看吧 既库存进出的计量单位 能看懂吗 也是以件和托牌为单位 SQ 对于大型连锁超市配送中心 物流的一个必要的方法 念完之后 你还是不知道啥意思 是吧 你看 最往后念 你再往后念 每一种产品均对应唯一的SQ号 单品 对于一种商品而言 当其品牌型号配置等级花色 包装单位生产日期保质需用途 价格产地等属性 与其他商品存在不同时 可成为一个单品 能理解吧 还是理解不了 是吧 我就告诉你有SQ 你差半天 你还是理解不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 你不给你解释 真就理解不了 来吧 看这边 看这锤子吧 什么叫SQ呢 这边 锤子手机 你看是不是颜色 有很多种颜色 下面是不是有很多种配置 这还有购买方式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在同一款产品下面 有不同颜色 不同配置 下面这种 就是不同的SQ 那么举个例子 就像咱们这些例子里面 我红色 红色官方标配16G 对应一个唯一的SQ 看着吗 看着 记住 是543 那么红色 官方标配32G 是不是变了 这叫一个SQ 也就是说 这种组合 每一个组合 叫做一个SQ 一个SQ 就唯一可以确定 这款商品 它的颜色是什么 它的版本是什么 它的购买方式是什么 比如说你买衣服 买完衣服 一个SQ 就可以唯一确定 这款衣服的颜色 尺码 等等 这些信息 能理解吧 只要说这些属性 把它组合起来 有多少种组合 就有多少种SQ 你可以可见 是不是同一 都是同一款商品 同一款商品 下面是不是有很多SQ 你想这种组合 组合起来 一个红 下面123 1234 四种是吧 那么这种有这么多种颜色 这么假如说 它有十种颜色 那就是有四种SQ 明白了吧 就是同样都是锤子 建国手机 那么它有四十个SQ 你在京东上 你们可以发现 你点击不同的颜色 你看上面 是不是SQ都会发生变化 是吧 你看这个 官方标配 是吧 其实这个SQ 才是一个真正的 唯一的商品ID 这个商品ID 它就可以唯一确定的 一款商品 它的 比如说手机的话 它的颜色是什么 它的版本是什么 那么这个购买方式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SQ 假如说 你再多一款配置 那么就是多了一个SQ 明白了吧 这就是SQ 是吧 可别说是那个什么库存警戒线 是吧 别瞎说 是吧 一说就漏 而且这个概念 你要不解释 也很难理解 是吧 你得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明白了吧 还有就是面试的时候 如果问你用了Redis缓存 你Redis存的是什么格式的数据 是怎么存的 确实是KValue 那么K是多好理解 Value是什么 Value能直接存交换对象吗 是不是 Value在Redis里面 Value只能是字符串 对吧 Value只能是字符串 那么对于加法对象来说 你应该怎么存 应该先把它转换成字符串 再存 是不是 来 那么这是Redis 因为有的时候 你去面试的时候 他想用Redis 但是他不会用 明白吧 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有的公司 他并不是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学过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 为什么你们能找到一万多的工作 你想想为什么呀 不是作假 不是说因为你们作假 是因为你们掌握了别人所不会的技能 明白了吧 如果你掌握了技能 大家都会 满大街的人都会这个技能 你还值钱吗 是不是又不值钱了 为什么做传统项目和做电商 做互联网行业的这个项目 它的价钱不一样呢 能理解这里边差别吧 因为你掌握了别人所不掌握的技能 所以你们才能值这个价 否则的话 满大街的家伙程序员 为什么给你一万多 是不是 还有就是这里面 这个说你前台Poto采用四台服务器机群部署 知道这是怎么部署的吗 四台Poto 四台机群 你就可以再起 对于我们这个部署来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起四个虚拟机 部署同一套Poto代码 可以吧 部署同一套Poto代码 而我们需要做的话 就是在这个里面 Poto这里面再加上四个IP地址加段号 是不是就行了 这个时候 你做服务的时候 恩证客则会反向代理 代理到这个里面 然后发现这里面sero有多个 它会做负载均衡 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提高你的并化量 这就是部署四台Poto 那么前台的并化 那么数据库会造成一个瓶颈 那么这块你怎么解决 那么数据库做瓶颈 我们一定会用缓存 是不是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Ris做缓存 那么Ris的缓存 缓存怎么做的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添加缓存是不要影响正常的业务逻辑 而且缓存我们是进行把它归类的是吧 使用哈希进行归类 那么先给它一个大K 然后缓存里面都有一个小K 是根据某一个商品的 某一个商品ID进行缓存 或者是每一个分类的ID进行缓存 是吧 把这个进行有针对性的缓存 然后还涉及到缓存同步 然后你给把它扯完之后 然后你说了很多 然后他也忘了他问的是什么了 明白了吧 一般都是这样吧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什么 什么国防部发言人 或者是国家发言人 说完之后 记者问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开始扯了扯了半天 其实文不对题是吧 到最后根本就没有回答到点了 但是 这个他也不能再问了是吧 那个说了半天了 他也忘了自己问了什么了 好吧 也就这样了 是不是 你有没有注意过 没有啊 面试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搞 是吧 然后他每个问题一个问题 你要是跟你相关的 然后你哗哗哗 说出一大堆了 然后一慢慢他听了 好好好 然后他也忘了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了 是吧 你可以说我们现在是小规模的 是吧 Redis注意 最少节点有几个 最少有三个节点 Redis机群最少有三个节点 那么有三个节点 是不是有主有备 那么你这个机群的规模就是六台 是吧 当然有四个节点可以吗 可以 没有 你四个节点就是八台服务器 是吧 十个节点就是二台服务器 你算吧 是吧 根据我们的孙主量 是吧 我们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 你会 我会 这个其实就是运维的事了 运维会监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的运行状况 如果他的压力会非常大的话 我们会判断一下这个机群 他这个已经超过他的容量了 性能下降了 是不是我们就需要再加上再加添加服务器 添加服务器 那么这时候 Redis机群最多有多少个服务器 对 最多应该是有16384 384个节点 是吧 最多机群是16384乘以二个服务器 是不是 你要 这么多个服务器够用了吗 你说我们有两万台服务器在做机群 两万个节点 是吧 没事 你这么说也可以你知道吗 因为他可能也不懂 没搞这么大机群 他也蒙了 能吗 他也心里犯嘀咕是吧 然后他说你在哪个大网站做呢 你说我们网站 我们公司不知名 我们公司就是测试服务器的 你可以这么说 刚买了联想五万台服务器 是吧 那这个还有一个是 你购物车里面 这个存着Cookie 是吧 那么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 不登陆就可以使用购物车 那么这里面 我们并没有把购物车的商品 并没有登陆把购物车商品 这什么东西 现在没有登陆 把购物车 把商品从购物车里面 然后登陆了 我换台电脑 是不是换更换设备之后 还能不能看到我的购物车信息 如果你没登陆的情况下 你更换设备能看到购物车信息吗 不能 那么如果你没有登陆 现在登陆了呢 应该是可以看到的是吧 这时候需要怎么做 需要把购物车的信息 放到Redis里面去 是吧 这样就可以做购物车同步了 是吧 你在更换设备 你可以在 比如说你在PC端这边 你跨跨跨下完单 你拿起手机来进行支付 是不是可以 因为手机支付 现在感觉比电脑支付 要简单一些 更方便 便宜吗 便宜 便宜个一两分钱 是吧 那也得手机支付 是吧 为了一两分 那么也得换手机 是吧 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购物车同步了 是吧 就是购物车同步 那么就需要把购物车放到Redis里面去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跟我们一样 是吧 是一直添加购物车商品 那么这时候 添加一次查一次数据库 添加一次查数据库 那么互联网用户那么多 这样会对数据库造成很大压力 你怎么办 那么这时候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是把这个购物车信息 并不没有放到数据库里面 是不是 是放到Redis里面 这样的话 即便是你用户多 病患量大 是不是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所以还是使用Redis来解决我们这个高病发的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 有好多都是 你们是不是有这个 就也知道给过你们 就是面试中遇到的问题 没有给过你们 都是基础 这些问题都是就也知道反馈给我的 然后我解决完了之后就放到这 这是都是之前他们其他同学 那么之前之前同学 然后面试中遇到的问题 他又反馈到我这 然后我解决之后 就顺便跟你们说一说 还有 还有两个比较核心的东西 这个有可能会问党 那么这种解决方案 这个里面 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 那么有的时候他会问你 你们搞活动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种情况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想问问你的思路 看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当然这种时候你如果说的头头是道也行 是吧 你可以简单说一说 你如果发现你确定它是这种想法 他问得特别气 是吧 这个怎么弄 这个怎么弄 你说咱们先谈工资 是吧 谈完工作我给你解决 是吧 然后这时候 好吧 先谈吧 你想多少多钱 是吧 那么这个 现在这个经常搞活动 是吧 尤其是我们这种倒计时解决方案 电商活动中这种倒计时解决方案 那么 如果你对倒计 这个是之前 有一个同学 他去面试的时候 回来问我的问题 回来问我 我感觉他面试他那个人 好像不知道怎么解决 是问他解决方案 是想从他那套一个解决方案 当然也没问题 他因为他问的是什么呢 他问的是 你如果如何实现这个倒计时 倒计时其实很简单 是不是 只需要我们设置一个倒计 因为倒计时都是使用GS来实现的 读取的都是本地时间 对不对 读取的都是本地时间 然后本地时间进行倒计时 那么说开始就开始 那也没关系 然后他还说 如何你可以把这误差减小到三秒钟之内 也就是到三秒钟之内 三秒钟之内 这个所有的客户端应该同时开始 这你怎么解决 这个准确度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他问这么信的话 我就感觉 他好像是在套解决方案 然后那哥们回来了之后问我 然后我说 我再给你想想 然后我就想了解决方案 然后后来我就告他了 告他了之后 现在我给大家再分享一下吧 那么这个倒计时解决方案呢 这里面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 主要是我们你看一下这几个步骤就可以了 先确定一个基准时间 这个基准时间 这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活动 我们是不是已经定好了 就比如说 11月1号0点0分 是吧 0点0分0秒 是不是就开始这个活动 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定好了 从0点开始 那么这个要确定一个基准时间 那么还有一个 这是活动的时间是这个 是活动开始时间已经固定的 是这个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 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活动 因为每一个活动呢 你都要针对某一个 某一个活动 一般的时候都是在开发一套业务逻辑 因为每次活动 它的规则是不是都不一样 那所以你很难实现说 我做一套 做一套这个 做一套功能 然后所有的逻辑都任何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业务逻辑你自己定 这个不太现实 所以其实每一次活动呢 都需要你来 你来配合这次活动 来想一套解决方案 这就是你平时要干的事 是不是很多 人家经常搞活动是吧 所以你经常有活 所以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活干 然后这个活动 这个一旦系统我们要上线的时候 这时候 是不是我们要确定一下 距离我们活动开始 还有多长时间 是不是要确定一下 好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是不是 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基准时间吧 这个基准时间 我们现在有多个系统 你不要说我们有多个服务器 你从服务器上取时间 这样的话 每个服务器时间可能不一致 可能会有几秒的几秒的误差 或者是几分钟的误差 这是不是也很正常 所以这时候 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个基准时间 这个基准时间呢 你可以从数据库中选择一个 当然你也可以从Redis里面取一个 Redis它有一个命令 也可以取当天时间 知道吧 你先把这个当天时间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你只要是从Redis取 取完之后 它不是只有一个吗 这个时间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和这个基准活动 活动开始的时间 然后计算一下 计算出一个差值来 开始时间 减去计算一个一秒为单位的差值 能算出来吧 那肯定可以吧 肯定可以是吧 计算出一个差值来 那么这个差值就是我们距离活动 还有多少秒 对不对 那么虽然这个时间 哪怕不准确也没关系 那么我们这就是相当于 哪怕你这 是不是北京时间也没关系 跟这个跟是 跟什么格林尼治时间 差上几秒钟也无所谓 是不是 只要是到我到点 大家都开始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好了 计算出一个差值来 那么这个差值呢 我们为了保证这个倒计时是准确的 那么怎么办 你每一次刷新 是不是我们都要查一下 距离这个活动 还有多长时间 你不要每一次都去减 每次都去减 都去计算 这时候可能就 就比较麻烦 不太准确 那么怎么办 READIS是不是有XPAR 是不是有过期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设置一个Key 这个Key就是活动开始的标志 是吧 那么你为这个Key设置一个XPAR 设置它的过期时间 就是刚才我们计算出来这个差值 没有你吧 没有你 是吧 然后接下来的事 你是不是就可以等待了 READIS它会自动的进行倒计时吧 那么这个是距离活动开始时间 这是一个 那么好了 这个时间 每次你取的时候 你可以用TTL这个命令 来取一下距离活动开始 还有多长时间 是不是能取到 取到了之后 那么你可以使用GS进行倒计时 取得本地时间 然后再根据这个差值 你能够使用GS进行倒计时吗 可以吧 你可以说距离活动 还有多长时间 你就那个多少分多少秒 你是不是可以进行倒计时了 你根据这个进行倒计时 那么一旦活动开始 这个Key是不是就失效了 Key失效了 说明这个活动是不是开始了 如果他用其他手段 其他手段来判 来绕过我们这个倒计时了 比如说他修改本地时间 或者是做什么 我们系统中有一些漏洞 那么绕过我们倒计时了 他开始抢 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始 这时候你需要先 要执行我们的右逻辑之前 先判断这个Key是不是还存在 如果这个Key存在 是不是说明活动还没有开始 如果Key一旦不存在了 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这时候 其实访问的都是Redis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这时候几乎 你做这个动作 几乎可以不怎么耗时 所以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就这样 你就可以判断这个活动 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主要是判断这个Key 使用这个Key的Redis倒计时 这个功能 这能理解吗 你就根据你的理解 大概的跟他说一说 是吧 你说我们大概是这么实现的 他说好吧 因为你毕竟不是架构师 对吧 有些解决方案 你只需要给他提供一个思路就可以了 至于说具体细节 他怎么实现 就看他的了 那么你也不用管 他有的时候说 这个对吗 你不用怕他反问 是吧 你说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当然这个东西 你怎么实现的 我不管 你当然说每个人实现的 这个并没有是一个什么标准答案 是吧 没有说什么东西 就一定是对的 就像有一位同学问我 之前有个同学问我说 你们商品的价格存到哪个表里面了 你们是存到哪个表里了 上面表 然后他说 我们商品那么多表 你存到上面表里 对吗 那么这时候你就说 你就跟他说 那么他 这时候咱们 我那个同学就跟我说 我就会蒙了 我说你蒙什么呀 他说的就一定对吗 对吧 你说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这个设计表没有一个标准吧 没有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商品 必须要放到某某额表里面 才对吧 那我就放到商品表里 怎么了 那么这个表也不是我设计的 对不对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吧 我们就是这么用的呀 对吧 所以你这没有问题 是吧 不同的设计师 他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不一定说 你做的就是对的 我做的就是不对的 是吧 所以你面试 也不用低人一等 你只要把你的想法 说出来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活动 活动 是吧 电商活动 倒计师 这个能解决 能想明白吧 还有一个秒杀 秒杀就更简单了 是吧 其实秒杀嘛 对于一个小规模的秒杀 是可以实现的 是我们这个方案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大规模的秒杀 你比如说 你像双十一这种活动 大家都去抢同一款商品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淘宝中 不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活动来着 每天都有是吧 对对对 那个那就是什么 不是那限时够啊 还是不是 反正是那个 那个活动 而且他每次都有一个 特别特别便宜的 一块钱 比如一块钱一块表 是吧 一块钱一个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 你想是不是抢的人会特别多 即便是你不是双十一的时候 抢的人也会特别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方案 应该是解决不了的 据说啊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 我也不知道 据说他们那种 在有些人 在你 他会跟你网速进行判断 如果你网速慢的啊 在你刚开始抢的时候 就已经把你排除到 这个什么 这个名字之外了 虽然表现为你还在抢 是吧 但实际上你已经被排除了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也跟你的 跟你的各个 其他的环境是也有条件 因为他为了保证 有些人 有些人 又排除一些病房嘛 对吧 你要解决一些病房的问题 他把一些人要事先的 先排除 当然也是随机的 随机排除某些人 这也是存在的 我可以让 你可以 也可以这么敢 判断一些随机数是吧 当你刷新的时候 你这个ID 我就相当于抽签嘛 你抽签 你就没有中签 虽然你在 表现为你也在等待 其实你早已经认为 你这个已经 你已经没有前线了 是吧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随机的 你这个ID 已经是不能抢了 你在请求的时候 直接告诉你 已经抢完了完事了 是吧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干 这样你就可以把很多 很多病房 排除在外面了 真正抢的 你就预留100人进行抢就行了 是吧 那100个你还得再随机一下 是吧 谁能抢到 谁手快 是不是就能抢到了 你可以有多种手段 是吧 你可以这么干 你也可以把我刚才说的 跟他说一说 是吧 这也是一种思路 是吧 因为病房量太大 我们无法解决 你病房量都来了 我们这个系统一下就弹了 是吧 所以我们在我们活动之前 有些人就已经排除了 是吧 就跟你已经判了死刑了 是吧 那么剩下的100人就好解决了吧 来 咱们看一下剩下的100人怎么解决 是吧 剩下的100人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商品的数量 你是不是要抢多少商品 是吧 可能他的商品数量也很少 可能就三四个四五个 是吧 就或者是多说十个 很少 这些商品把这个数量 你可以放到Redis里面去 然后秒杀时 大家都在抢 都在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Redis这个DEC这个命令 你对他进行减一 注意Redis是不是单线程的 单线程一定会进行排队 是吧 这个Redis会自动排队 你做一个请求来 他自动会进行排队 尤其是减一这个命令 会会肯定会非常快 处理会很快 谁先发出的 谁先后出的 肯定是有先后顺序 对吧 这时候 谁先抢到的 那么自然 你就是第一个发出的请求的 是吧 那么这时候就减一 如果减 如果减完是零 是零 你抢到了吗 是零 你也是抢到了 对吧 你是从一减到零的 你说是不是 你抢到了最后一个 如果你减到是负一呢 负一就说明已经没了 是吧 所以这时候 如果不是负数 说明你就抢到了 对吧 那么抢到了数 一旦反过去是负数 说明这个商品 是不是已经说完了 就说完了 那好了 抢到之后 我不支付怎么办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你去抢小米手机的时候 抢过吧 抢小米手机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多长时间你不支付 这个订单是不是失效了 那么这时候就得 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定时任务来处罚吧 是吧 需要有个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 他来干什么事 他就是不断的扫描这些订单 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你是不是已经支付完成了 是吧 没支付的这些订单 你多长时间没支付 如果他判断 这些订单 一旦已经过期了 是不是直接把它关闭了 对吧 关闭这些订单 这些订单失效了 但是你锁定的库存 是不是你还得加回去 你还得加到那里面去 还得 因为秒杀还没有活 有的时候你 等一段时间 是不是又出来了 相当 那个就是一段时间 他虽然抢到了 但是他没付钱 然后这时候订单失效 他又把这个库存又加回去了 你去买车票 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是吧 买车票 你发现你这时候 你只是说为了 为了保证我能够买到这张车票 你先是扣下了一张 扣下了一张 但是你没支付 过段时间 你是不是先取消了 取消了之后 那么这时候 这个车票是不是又回去了 回去了 别人是不是还能抢 还能买 继续买是吧 一样的道理 知道这个逻辑吗 知道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跟我们下单流程 是不是都一样 下单流程 下单的流程里边 如果你下完单不付钱 而且也不是获到付款的 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就失效了 失效了之后 把你扣下的库存 你注意 如一旦人家下单了 一定把库存扣下来 对不对 库存一定要减下去 这叫扣库存 是吧 一定要把库存锁定 你不锁定库存 那么到时候 你真正卖超了怎么办 是吧 卖超了 你有10个小米手机 你现在卖了100个 那90个 你上哪去弄 上哪去弄去 是吧 所以你不能卖超了 库存一定要把握住 当然你可以预留个十来台 是吧 预留十来台 保证一旦你系统中出问题了 是吧 真是卖超了 那么这时候你还保证还有库存 是吧 当然也可以 这是我们 这就不是我们电商的解决手法了 这是实际运营的解决手法了 是吧 那么这 这时候 那么还有一个就还有问题 就是这个定时器的问题 是吧 定时器应该如何进行定时 什么时候进行扫描 是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定时器 一个在我们这个家里面 一个叫COS这种框架 来解决 那么这个COS这个框架呢 我们来看一下 COS 这个东西咱们没有 咱们简单看一下吧 这个东西很简单是吧 那么COS他也是 这时候了 你下这时候来讲吧 下课吧